两名男子互相大骂 火气很大 差点就要打起来 就发真的上演全武行 民众赶快报警 警方来了 问两人到底朝什么 带来看现场画面 原来这两名男子 日前在新北市新店区 阳光运动公园附近 发生行车纠纷 当场爆发口角 本以为事情已经过去 两人不会再碰面 没想到过了几天 两人不约而同 到综合区轰炉地拜拜 正好遇见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火气一来双方气得破口大骂 越吵越凶 甚至差点就要动起手来 引起路人围观报警 由于民众报案指称 有持刀挥舞 警方不敢大意 立即出动 无名警力赶到 不过并未看到有人持刀 也没在两人机车 搜出违禁品 双方被警方带回后 都不提出告诉 互相道歉 自行离去